快点 纪宁苏游几九尘教主都上了非洲 纪宁轻声呵斥道 是是是 龙翼城主激动连忙跟上 风霄也是难掩好奇 黑色非洲瞬间划过长空 立即消失无踪了 纪宁他们早就从龙翼城主那儿 得到了关于这颗星辰的地图 也知道浅明宫所在 这颗星辰并不算太大 也就十余毅力之境 这星辰上的凡俗生命 恐怕和三界比都要少上一些 可是这里的生命显然更为不凡 诞生仙魔诞生世界境的概率要高得多 仅仅一个呼吸 黑色非洲就从龙翼城城主府 来到了一座高耸入云的雪山之巅的 正上方的高空中 到了 纪宁开口道 下方就是浅明宫 什么 到了 龙翼城主和风霄站在船弦旁 都惊讶地朝下方俯瞰 下方的雪山顶部满是积雪 在积雪中隐约有着看似普通的宫殿 那 就是浅明宫 这才一个呼吸的功夫呀 龙翼城主风霄 彼此相视眼 都感到发懵 太快了 对他们而言 浅明宫还是很远的 平常他们都是借助走兽 或者是借助飞禽赶路 并且路途上还有危险需要绕路 需要小心翼翼 一般这么长的路程也需要十天半月的 一旁的九尘教主 迟笑道 这艘非洲可以达到百倍天道急速 一亿多礼又算得了什么呢 那可谁 龙翼城主对吧 赶紧下去 带我去见徐福先人 是 风霄可以跟着我 当我的跟随 主人和两位前辈 龙翼城主有些犹豫 我们也跟随你去 九尘教主淡然道 这小小浅明宫 还没谁能够看透我们的虚实 是 龙翼城主乖乖应命 龙翼城主为首 既宁九尘教主苏游姬风霄 就暂时跟随她进入了浅明宫 龙翼城主好歹也是世界境 和浅明宫主是同一层次的 自然受到礼带 龙翼 浅明宫主是一名一袭黑衣的朴素女子 长相普通 气度颇为不凡 浅明 龙翼城主也连忙起身 怎么想到来我这儿了 你龙翼城离我这儿可颇远呢 你还辛苦的亲自赶过来 不知是为了什么大事啊 浅明宫主微笑道 她的目光只是扫了一眼 在一旁站着的纪宁等四人 她丝毫没发现纪宁他们的特殊 这毕竟实力啊 差距太大了 龙翼城主暗暗嘀咕 辛苦赶过来 根本就是一个呼吸的功夫就到了 龙翼城主表面上则是连声说道 浅明啊 我来这儿是为了见徐福道友 见徐福 浅明宫主眉头一皱 徐福仙人的脾气可不是好伺候的 我如果不是因为有大事 也不会将他请到我这儿 你没事照着他作甚 是有重要之事啊 龙翼城主说道 浅明宫主深深看了龙翼城主一眼 点头说道 好 我帮你传话 不过你应该知道徐福的秉信 嗯 走吧 徐福答应见你了 我带你过去 浅明宫主传言和徐福说了下后 便带领龙翼城主他们过去 仅仅片刻 浅明宫内最华丽的一座院落内 正有着一名黑发老者 独自坐着喝酒 当龙翼城主带着济宁他们四个进来时 黑发搂着眼皮掀起 瞥了眼进来的龙翼城主的人后 朝代录了浅明宫主皱眉呵斥道 浅明 你带龙翼进来就罢了 怎么还带一群小辈 是我的错 龙翼城主则是陪笑道 这不关浅明宫主的事 浅明宫主则是在一旁 他很清楚 这是徐福仙人在敲打龙翼城主 哼 将那几个小杯撵出去 这 龙翼城主一愣 济宁苏游姬九辰教主都露出了一丝无奈之色 唉 九辰教主一声叹息 他的叹息响起 一股无形的微压瞬间弥漫开 让在场的风霄龙翼城主 浅明公主徐福仙人 都感到了发自内心的战力 这一刻一切都仿佛安静了 天地都仿佛消失 只剩下九辰教主的声音 本想和和气气的 和这徐福仙人的师父见面谈谈 九辰教主摇头说道 没想到 这个叫徐福的竟然这么一个蠢货 看来还是得来硬的 济宁他们的确想来软的 尽量是和气的 这颗星辰神秘莫测 他们也不想捅马蜂窝 只是这徐福仙人秉性 实在是太傲了些 这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他们到底是谁啊 徐福仙人满心惊恐 浅明公主也感到了震撼 这徐福毕竟有一个道君师父 傲气一些也没什么 只是傲得过头了 济宁则是轻轻摇头 有背景靠山是完全不一样的 像在大漠狱 大漠院的弟子 即便实力比别人弱 别人也不敢随便下毒手 像更强大的八大圣域天牧城的天牧宗 即便是天牧宗那些当事者的弱小弟子 在外爆出天牧宗的名号 对世界境 对一些弱小道君 都是足以威慑住的 这 就是背景的好处 所以 很多世界境都想败入大门派 可像大漠狱天仓宫的入门门槛就极高 就更别说像天牧宗的门派了 所以 许多世界境是败不见大门派的 只能归缩一地 一旦遇到大麻烦 也只能竭力去挡 挡不住 就只有一个死字 有背景的挡不住 就直接爆出名号来 就能保命了 就像单尊者和纪宁说的 你真的遇到致命危险 就报我的名号 这就是背景的威慑力 你们 你们是谁啊 徐福仙人有些惊恐 我师父乃是风贤道君 小贝 九尘叫住脸色阴沉 随着他冰冷的声音 周围忽然掀起了浪涛 浪涛汹涌 环绕周围 一波波浪涛在徐福仙人周围 时刻可能将徐福仙人淹没 这浪涛中蕴含的威能 让徐福仙人感到了无比可怕的威胁感 徐福仙人大惊 手中凭空出现一块玉符 跟着啪的一声就捏碎了 我师父马上就到 你可别乱来 徐福仙人惊恐连声说道 九尘教主哈哈笑了 济宁也笑了 九尘 我还以为你要逼迫一番 才让他师父过来 没想到他被你吓得主动就捏碎道夫 请他师父了 哎呀 我本打算狠狠折磨他 逼迫他 现在看来他还挺识趣的 九尘教主也笑着 周围的汹涌浪涛 也凭空消失了 可不管是浅明公主 还是徐福仙人都感到心发颤 腿发软 吉宁他们之前没有敌意 又完全隐藏气息 徐福仙人他们感觉不到 现在释放凯威亚 他们发自生命本能的恐惧了 这都 这都是哪来的可怕大能啊 徐福仙人心中发苦 一座荒凉的山峰之巅 灰袍男子正盘系坐着 不管是山风吹 还是暴雨倾盆 他都一直盘系坐在这 他已经在此十万年有余了 这片天地终究是太小了 灰袍男子抬头看着高空 我要像历代的大能一样 离开这片大地 杀死与外无数魔头 踏入更广阔的世界 按照传说中的先知所说 外面的天地更加广阔 拥有着无数的修仙者 比这片天地广袤了亿万倍 那才是我应该前往的地方 灰袍男子眼中有着渴望 离开这片天地进入狱外 死亡可能性极高 可是一代代的道军们 依旧是前伏后继 因为这片天地太小了 这里比三界还要小一些 对强大的道军而言 待上个十个百个混沌计 这片天地对他们 就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了 他们想要更广阔 更精彩的世界 特别是他们知道 外面的确更加精彩 因为先知就是从外面降临的 我还差些 先成为四步道军 或许才有资格离开 灰袍男子微微点头 忽然 砰 灰袍男子猛然转头 看向一个方向 周眉道 我徒儿徐福怎么突然求救了 他的确疑惑 因为这片天地就这么大 道军们彼此都认识 所以对待彼此的弟子 就算要惩戒 也会和风贤道军说一声 而且徐福这个徒弟 的确很懂得伺候 让风贤道军 也颇为喜欢这个弟子 加上徐福突破生死 道军没有希望 也从来不去一些险地冒险 不冒险 道军不动手 那他为何求救 虽然疑惑 可风贤道军 依旧瞬间划过长空 朝感应的位置飞去 浅明宫的院落之内 静宁苏游姬九尘教主 他们随意坐下 彼此悠闲地喝着酒 风霄龙一成主 则是站在一旁 浅明宫主 则是连忙伺候 拿出美酒佳肴来招待 而徐福仙人 则是在远处看着 满心的惊恐不安 过了片刻 一道身影 从高空降落下来 师父 徐福仙人 抬头看去 露出了喜色 来了 静宁九尘九尘教主 苏游姬也抬头看去 高空中一名灰袍男子落了下来 那灰袍男子目光一瞬间就落在了静宁和九尘教主的身上 灰袍男子面色一变 静宁九尘教主苏游姬的气息可隐瞒不了这位三部道军的 你们是谁 灰袍男子喝道 他不在乎素游姬 可是静宁的气息是三部道军的气息 九尘教主的气息更可怕 比四部道军的气息还要强大 我没见过你们 你们应该不是这片天地的 灰袍男子脸色难看 怒喝道 你们是狱外魔头 狱外魔头 龙翼城主风霄他们都震惊地看向静宁他们几个 狱外魔头 在这片世界中 狱外魔头那就是噩梦 一旦狱外魔头出现 不惜一切就要将狱外魔头灭杀 这是这片天地所有修行者的共识 风霄龙翼城主他们从小就听着关于狱外魔头的故事 知道每一次狱外魔头出现都是一场灾难 不可能 我师父不可能是狱外魔头 风霄不敢相信 也不愿相信 狱外魔头 济宁他们几个相视 在这片天地之外 的确有很多火焰生物也被称之为狱外魔头 这些火焰生物中也有极强大者 悍然闯进这片天地的 虽然也会受到这颗星辰的压制束缚 令实力极具锐减 可胆敢闯进来的都是火焰生物中站在最巅峰的 实力至少也是济宁他们这一层次的 甚至有比济宁他们更强的 当然 进入这颗星辰受到星辰压制束缚后 实力锐减就比济宁他们弱多了 出现三名气息媲美道君的 有一位气息更比四部道君还强大 怀疑是狱外魔头变化而成 灰袍男子立即传讯回圣地 大地深处约一亿九千万里华美的地宫内 风贤道君也有一尊法身在此 他的法身立即交集传达消息 三名道君 有一位气息比四部道君还强大 古老的静室内一名白袍老者盘膝坐着 在其身侧有着紫袍男子也在盘膝坐着 周围墙壁上有着无数古老的密文 应该是两位先知 白袍老者说道 莫爵 你去吧 见两位先知 是 紫袍男子莫爵道君恭敬的应道 纪宁他们很谨慎 其实这和星辰圣地的统治者也非常谨慎 在经历无尽岁月的积累后 圣地已经足以引起外来先知的贪婪了 像上次就是引起了贪婪 导致了一场大灾祸 所以圣地非常谨慎 刚开始借助九重天进 发现纪宁他们降临 之后他们就不知道纪宁他们的行踪了 其实他们可以强行审念探查 可为了避免引起麻烦 他们选择等待 等待两位先知主动发出动静 以先知的实力 在这片天地 不可能一直没有一点消息的 该怎么对先知 你也很清楚了 白袍老者说道 我们自然想要与之为善 可如果真的没办法 那我们就主动选择战场将他们灭杀 明白 默觉道君恭敬道 上次就是因为措手不及 只能使用蔑士手段杀了降临的先知 也同时将这颗星辰的其他生命 进阶灭绝 幸亏圣地内还有些生命 而后漫长岁月才逐渐繁衍 才再度昌盛 这次一旦觉得不妙 他们将选择先动手杀之 末绝道君离去 两名先知降临还从来没有过 希望一切能平安度过 白袍老者在近世内轻声低语 怨落内 气氛都凝固了 风贤道君盯着纪宁他们几个 怀疑是狱外魔头 毕竟狱外来的不是先知 就是魔头 至于先知 从这颗星辰有生命到如今 一共才降临了三次 可能性太低太低了 狱外魔头虽然也少见 可相对概率要高得多了 师父他不可能是狱外魔头 在一旁看着的风霄 则一直不愿相信 刷 正当双方对峙起来 仅仅两个呼吸的时间 高空中就出现一艘金色非洲 来了 风贤道君看到非洲 顿时露出喜色 圣帝终于派道君来了 单单他一个 他还真的没信心 速度好快 怕是有百倍天道急速的速度吧 介宁他们也抬头看着 他们之前也感应到了 金色非洲的到来 只见金色非洲上 走下了一名紫袍男子 面带微笑 直接飞落下来 墨爵兄 风贤道君露出惊疑之色 墨爵道君在圣帝的地位 比较特殊 因为墨君是圣帝地位 最高的大长老的追随者 可墨爵的实力才二部道君 比他还弱 他面对着狱外魔头都没有把握 派遣墨爵来 有何用呢 墨爵道君落下后 目光落在济宁他们三个人的身上 他此前借助九重天晋大阵 是看到济宁和九臣教主穿过九重天晋 降落在这片大地的画面的 自然一眼就认出来了 在下墨爵见过两位先知 墨爵道君行礼道 两位先知穿过九重天晋时 我们圣帝已经知道两位先知的降临了 先知 济宁九臣教主彼此相识 原来在穿过那九层气层时 对方就已经发现自己了 可自己却毫无察觉 不过也对 那九层气层的确像是大能者创出的手段 他们是先知 风贤道君则露出了震惊之色 嗯 准确说是两位先知 墨爵道君点头 指向了纪宁和九臣教主说道 我乃是奉大张老之令前来 此事无需怀疑 两位先知 可否与我一道乘坐非洲前往圣地 相信许多疑惑自然也就解开了 先知 龙翼城主浅明公主徐福仙人他们个个疑惑 先知 风霄疑惑看向师父纪宁 他们根本没听说过先知 两位 墨爵道君看向纪宁和九臣教主 纪宁和九臣教主相视一眼都笑了 九臣教主开口道 去瞧瞧 看看这颗星辰所谓的圣地是何分模样 有记 说了秘书吧 纪宁吩咐道 是 苏游姬乖乖硬道 随即一双眸子散发着奇异的光彩 看向了龙翼城主 龙翼城主感到一阵眩晕 跟着就恢复了清醒 他立即明白 这段日子 他一直中了眼前的火红衣袍绝美女子的秘书了 他已经中了秘书 可龙翼城主内心 还是不由的有着敬畏和渴望 他甚至愿意永远追随 可内心的理智却让他保持了冷静 风霄 随我来 纪宁和九臣教主都走向了金色非洲 是 师父 风霄跟在身后 和苏游姬一道上了非洲 墨绝道军驾驭着非洲 带着纪宁九臣教主苏游姬风霄迅速飞离开去 瞬间就消失在了远方天边 风霄 风霄道军摇摇摇看着 眉头皱着 两位先知教练 如果是真的 真不知道是福还是火 龙翼城主抬头看着天边方向 心中苏游姬的影子却怎么都抹不去 墨绝道军带着纪宁他们抵达了一名道军守护的木屋 木屋内布置着一个小型传送阵 借助小型传送阵 直接通往地底深处 地底深处一亿九千万里 在一片黑色金石铺就的巨大广场上 纪宁他们一行人凭空出现 在地底深处竟有如此辉红宫殿 看得尽致威能 能有如此手笔的怕不是寻常之辈 纪宁惊叹夸赞道 一眼看去连绵的宫殿群散发的一阵阵可怕的威能 无数的古老尽致都在运转之中 这地宫圣地是伟大的先知圣祖所创 抹绝道军露出了自豪之色 圣祖当初降临我们这一片天地 指引我们引领我们 甚至在我们这片天地中最终合道成永恒 也因为他我们才真正的兴盛起来 永恒帝君 纪宁和九尘教主都吃惊了 连一直乖乖跟随的风霄公子也暗暗吃惊 他得到纪宁的传承也是知道了修行的阶段 明白世界境之后就是一步一生死的生死道军境界 在之上才是何道永恒 按照纪宁给他的传承记载 正常道军中怕是十万个中都难得有一个成就永恒帝君的 几方圣地的圣祖竟然是个永恒帝君 默觉道友 说说吧 什么是先知 圣祖又是谁呢 纪宁问道 嗯 好 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这颗星辰上虽然有繁俗生命 却因为不懂得修行 所以过着愚昧野蛮的生活 甚至因为域外魔头的偶尔降临 死上无数 只能凭借地利苟延残喘 甚至躲在地底生存 终于第一位先知降临了 从域外降临到这颗星辰 他拥有悲怜之心 传授了我们修行的法门 让我们踏上了修行之路 我们这颗星辰上的无数生命 才真正开始了修行时代 也拥有和域外魔头对战的实力 纪宁和九神教主立即明白了 从域外降临 应该是和他们差不多的外界来的修行者 又过了很久很久以后 第二位先知从域外降临 他就是圣祖 他创出了九重天晋 让域外魔头很难降临 并且圣祖更合道成功 开辟出了地宫 让我们有了传承修行之地 从此我们愈加强盛 第三位先知降临 却是带来了一场大灾祸 逼得我们和他交战 最终灭伤了那位先知 却也让我们损失惨重 两位先知 末觉道君看着纪宁和九神教主说道 我所说的都是实话 我们对域外来的先知 是怀有感激之心的 没有先知的降临 我们现如今还是苟延残喘 纪宁九神教主相识一眼 他们都明白 对方老老实实说这些 除了表明是怀有好意之外 同时也有着威胁之意 我们不愿和先知为敌 可真成了敌人 我们也有灭杀先知的实力 前面三位先知来到这颗星辰 应该是有目的的吧 九神教主低沉道 他和纪宁虽然都小心谨慎 却也无拒 他们俩都怀有重宝 也不是这一方星辰上的土著们 能轻易对付的 先祖之地 墨学道君忽然开口道 九神教主既您面色都一重 两位果真是为了先祖之地啊 墨学道君说着一挥手 顿时蒙蒙光芒将风霄和苏油机 给包围屏蔽了 有些秘密不能让他们知道 墨学道君说道 还请先知别介意 嗯 纪宁看了眼旁边的 风霄和苏油机点点头 因为被法力屏蔽 风霄和苏油机都听不见 看不见纪宁他们这边的交谈 不过他们也乖乖的 没有破坏掉这屏蔽包围的法力 历大先知降临 都是为了先祖之地 墨学道君一番手 拿出了一雪白的卷轴 这是圣祖离开前留下的 说将来有先知降临 将这卷轴交给他们看 那么后来的先知们 便一切都会明白了 纪宁九神教主 立即盯着那雪白卷轴 雪白卷轴上散发着淡淡的气息 却带着永恒之意 时间之力也无法影响到他了 显然这绝对是出自于 永恒帝君的手臂 两位先知请看 墨学道君一挥手 雪白卷轴到了纪宁他们俩面前 随后就自动离开了 卷轴上有这些文字 纪宁九神教主都盯着看着 圣祖乃是古修行者 行救帝君 他当初也是被时空传送到了无数岩石通道内 在无数火焰生物的追杀下 他一路逃窜 最终逃窜到了这颗星辰上 这颗星辰并非是先祖之地的真正所在 不过 这颗星辰上却有着克制火焰生物的宝石 环裂石 环裂石可附在身体表面 也可附在法宝表面 借此可以斩杀火焰生物 这颗星辰克制火焰生物 环裂石便是这颗星辰最重要的质宝 是行救老祖 九神教主露出了激动之色 行救帝君 静宁也是面色一变 无尽疆狱中 站在最巅峰的毫无争议的三大主宰 而三大主宰之下 还有一些极为厉害的强大帝君 他们或许敌不过主宰 可有些却是主宰都杀不死的 毕竟 每一名大能都有自己的道 他们凭借自己最擅长的 就能够逃之夭夭了 当然 如果能够克制 那也没办法 他们是这无尽疆狱中的真正巨头的存在 像道蒙的八大圣城之主 还有永恒一族 特殊生命 古修行者中 都有类似的可怕存在 还有些隐居起来的可怕帝君们 行救帝君 就是和八大圣城之主一个级数 在古修行者一脉中 行救帝君如今是仅次于主宰的存在 传说中 他拥有大悲怜之心 一个人可以伪善万年十万年 可见行救帝君活的岁月 恐怕不亚于芒牙国的历史 能这么长时间一直如此 那就不可能是伪善了 行救帝君 名声极好 是受无数修行者推崇的 没想到 在一个陌生之地 他都为了这陌生之地的土著们 做了如此之多 姬宁暗暗感慨 没想到 行救老族也来过这儿 还在这儿何道 这仙祖之地的历史是何等之悠久啊 难道是传说中的 九尘教主想到了古修行者中的传说 顿时眼睛亮了 当即连声道 取得还烈石就可以离开这方天地了 快告诉我 还烈石在哪 还烈石 使这颗星辰核心处孕育而生 自然是在地底的更深处 默觉道君看向纪宁和九尘教主说道 两位现在想要去吗 要不先去我地宫逛逛歇息 不必了 九尘教主拒绝道 这里虽然是行救老族河道之地 可是身为古修行者 九尘教主很清楚 行救老族坐下一共七十二名弟子 个个都是古修行者 行救老族虽然有大慈悲之心 可是他悟出的最强的法门 却是不轻易外传的 最多传授是一等的法门罢了 九尘教主还真的瞧不上 他从行救老族河道 却还只是第二位先知 推测出这先祖之地的历史 绝对是漫长的吓人 很可能和古修行者一脉中的传说有关 自然是按捺不住 还是下去瞧瞧吧 纪宁也说道 纪宁也看得出来 这所谓的圣地 是对自己等人怀有戒心的 既然如此 还是保持点距离比较好 既然如此 我就带两位下去 默觉道君一挥手 说了法力 苏游基和风霄公子 也都听见了 看见了 风霄 默觉道君落在风霄公子身边 说道 你既然是先知的弟子 自然也可以移到 进入地底的更深处 不过 你听到的 看到的 最好别对外泄露 是 风霄公子连声应道 他心中也是炽热 知道接触的是自己的家乡 最核心的秘密 走 默觉道君在前面带路 寄宁他们跟着 沿着地宫的一条 看似寻常的廊道 左转右转 很快就看到了 幽深南侧的深渊通道 一行人当即欲空飞行 济宁自然是携带着风霄 风霄可没法靠自己抵抗地军的规则 朝下方不断地飞行深入 飞了足足三亿多里地 济宁他们终于降落了 好漂亮 真是生气啊 济宁他们看着眼前的场景 颇为惊叹 巨大的洞穴通道内 五光石色 洞穴壁仿佛玉石一般 有的是火红色 有的是碧绿色 有的是湛蓝色 他们也散发着淡淡的波动 在不同的波动浮散下 经营他们都感觉到了 发自内心的舒适感 再走一段就快到了 默觉道君则是清澈熟路 在前面走着 一脉步便是数万里之遥 片刻 这是 纪宁九尘教主 碎鸡风霄 都吃惊地看着眼前的场景 只见巨大洞穴内 有着一尊尊墓碑 一眼看去 足足过万计的墓碑 默觉道君却是指着前方 前方就是洞穴通道的尽头了 一眼看去 则是萌萌的流光溢彩的空间 隐约能够看到一个个人形生物 域外有火焰魔头 而我们星辰核心 也生活着无数的大地魔将 大地魔将的实力 不亚于域外火焰魔头 且因为他们生活在星辰核心 实力没有丝毫削弱 要想得到还猎时 必须闯进去寻找 在大地魔将将你杀死前 找到还猎时 且安然地逃回来 如果逃不回来 那么就像这些墓碑了 墨爵道君看了像周围密密麻麻的墓碑 轻声地说道 这是我们这片天地 无尽岁月来 进入寻找还猎时 却失败深思 连身体都找不回来的 我们便在这儿 为他们留下了墓碑 大地魔将 济宁和九尘教主都皱眉 实力如何 济宁追问 比域外的火焰魔头 力量更强 更为汉勇 墨爵道君说道 按照我们积累的经验 他们虽然速度灵活上 比火焰魔头弱些 可是难缠程度上 比火焰魔头更甚 在我们这儿 必须成为四部道君 才会得到允许 进入地底深处 寻找还猎时的资格 你们也看到了 墨爵道君看着那些墓碑说道 死在这儿的 可都是四部道君呢 都是四部道君 站在最后面的风霄公子 惊呆了 四部道君是何等的稀少 自己的家乡 竟然有过 过万名的四部道君 你们这片天地 到底诞生了多少道君 济宁也惊讶 竟然死在这儿的四部道君 就这么多 须知 芒牙国十二宫建宫 无尽岁月来的道君 都不足十万位 一旁的九尘教主 却是淡然道 贝鸣 不必吃惊 你没听到吗 行救老祖 就是在这儿河道的 他还仅仅是第二位降临的先知 行救老祖河道 是何等遥远的事啊 这颗星辰的历史 比永恒一族 比芒牙国 都还有更加的久远呢 我们知道的道君并不多 每个时代也就二三十位 默觉道君说道 因为无尽岁月的积累 才比较多罢了 济宁暗暗惊叹 古修行者 不愧是最古老的势力 这先祖之地 比芒牙国的历史都还有悠久 我们这片天地终究还是太小 一代代道君们 都对外界充满了渴望 他们一个个都进入地底 寻找还猎石 得到还猎石后 就会离开这一方天地 去更加广阔的世界了 默觉道君连声轻叹道 哎 即便弟弟危险 一个个接连生死 可依旧阻拦不了历代的道君们 姐宁和九辰教主 都微微的点头 道君的道心 都是非常坚定的 即便一些魔头奸邪之辈 也有他们的道心 想要出去 再危险 也是阻拦不了的 须致 在无尽疆域 那些河道边缘的道君 一个个闯进于星海的 都有很多 想天一道君 就闯进了极危险的一波界 一波界 可是在推演一道上 成就永恒的帝君 一波帝君所留 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这么漫长的岁月 你们这片天地 即便很难诞生永恒帝君 也可能诞生过一些很逆天的道君吧 吉宁问道 那些最逆天的道君 应该能从中取一些还烈石 这样就不必让后来者一个个去送死了 逆天道君 当然诞生过不少 末觉道君冷然道 可是域外有无尽的火焰魔头 还有诸多未知的危险 连在地地取还烈石的信心都没有 还取什么域外 这是我们家乡的传统 要出去 先取还烈石 而后再出去 无尽岁月下来 成功得到还烈石 前往域外的道君 也过万了 旧尘教主忽然说道 那些出去的道君 有再回来的吗 没有 纪宁九尘教主都心中一震 那么多道君 一个都没回来 他们或许 只是踏入了更广阔的世界 没法再和我们联系了吧 末觉道君说道 纪宁他们也点头 的确有可能啊 一个是死在了域外 一个就是活了下来 却是离开了这一方时空 就像纪宁在这方时空内 没法和外界感应一样 如果有活下来 却去了无尽疆域 同样没法和圣地在联系上 即便域外存在大危险 可一代的道君们 还是想要去闯 因为我们对域外 都充满了好奇 即便死在域外 也没什么 嗯 旧尘教主 只向洞穴箭头那流光溢彩的空间 说道 去还烈石 直接杀进去就行了 不 默觉道君摇头 他也看着那流光溢彩的空间 看着里面隐隐约约的一个个人形生物 说道 你们也看到那大地魔将的身影了 在外一眼看去 我就看到了足足三千多大地魔将 按照我们历代道君积累的经验 大地魔将们也会随意的漂泊迁移 会让某一区域的大地魔将数量变得更加稀少 如果一眼看去数量低于五百 那么算较为稀疏了 当然 真正你们遇到的大地魔将 肯定会远超五百 毕竟 我所说的仅仅是站在洞穴外所能看到的而已 如果一眼看去 低于一百 那就更加安全了 一眼看去低于一百 需要等多久 旧尘教主追问道 一般一个混沌计能出现一次吧 太久了 那低于五百呢 大概百万年出现一次 哎呀 还是太久 如果是仅仅一千以下 那么大概万年就会出现一次 可仅仅一千以下是非常危险的 只有极为强大的道君才有希望成功 旧尘教主转头看向纪宁 仅仅万年 还行 北明 你看呢 纪宁点头道 我也不想等太久 等到大地魔将的密度下降到一千以下 那就进去吧 纪宁是因为本身修行岁月就不长 而九尘教主是因为对古修行者一脉的传说充满渴望 所以都不愿意停留太久 他们可是在狱外闯了几个月了 对取还猎时还是颇为信心的 我圣地会派遣手下在这帮忙盯着 莫决道君笑道 两位可以去地宫 也可以在我们这颗星辰上多走走 多看看 不必了 九尘教主淡然道 我就留在这 不用太麻烦 我俩留在这即可 纪宁宁也说道 同时看向身后的风霄 风霄 你可以在外闯荡历练 若是有剑道有所疑惑 可来问我 为师得道还猎时候 便会离开这颗星辰 到时候就靠你自己领悟了 风霄恭敬说道 是师父 其实弟子得到师父传授剑道之后 这几日的功夫已经有所顿悟 随时都能成世界 感谢观看